在今天清晨 冷氣團的程度 是達到最強的程度 北部地區的低溫在11度 連著嘉義的溫度 也只有11度 不過到了週休假期 明天準備要出去遊玩 溫度形態來說 開始要回升了 雖然是回升 我們來提醒你 週休出遊要注意的事項了 第一個 日夜溫差會非常的明顯 在今天晚上 仍然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溫度在夜晚時刻仍然偏低 雖然沒有昨天晚上的11.8度 但是也有低溫在14度 明天白天高溫部分 都會在26度以上 第二個要注意的是 週休假期出去遊玩 陽光牆 如果你在早出晚歸的時候 像晨間跟傍晚 逆光行車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了 第三個 你如果到高山去旅遊的話 夜晚的天氣寒冷 像今天在玉山-2度 到了阿里山也只有4度 在河環山可是只有2度到1度 所以穿著方面要注意保暖 天氣形態來說 到了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東部地區會有點短暫雨 我們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雲街的現象非常的明顯 從這大陸 山東半島 一直冷空氣衝到了 日本東方的太平洋了 而這冷空氣也是正北風 由北往南進入我們台灣上空 在今天清晨 北部跟嘉義兩個地方溫度低 最主要因為天氣勤冷 有輻射冷卻作用 但就在今天晚上 高氣壓將要從上海 逐漸的進入到東海了 當高壓進入東海之後 冷空氣的強度將會逐漸的 由北風轉為偏東北風了 冷空氣減弱了 明天白天隨著高壓系統 在東海之後逐漸的東移 我們的溫度再上升 目前看來好天氣 可以持續到禮拜一的早上 到禮拜一中午以後 微弱的封面再通過 下週二 週三 氣溫升 但要注意 下個禮拜四到禮拜五的時候 另外一股冷空氣即將在南下 小丁 您給您一個提醒 要特別注意的是 早晚天氣冷 穿著方面要注意保暖 明天出去遊玩 沿海陣風比較偏大 騎車的朋友要特別留意